大家明天會在開你的球場和勝出 好玩的,開你,贏爆什麼的 到英超開的,就贏爆什麼的 那你真的要贏才行 那些人才肯去內容 這行都已經有那麼多年了 其實我都已經十年了 罵又被人罵過,讚又被人讚過 在這行那麼多年,差不多被人讚過 整天的迅速都一定會中 自己不用做 所以我們今天上台是做 代表不是經常做 做的機會率很高 我記得在2006年教授和彭仔經常在郵賽 這個還真是 我們現在的球賽都是奶油珠 他們聽什麼叫郵賽 他們不知道 因為郵賽我們真的很喜歡賭 世界盃期間我們一邊看著酒地一邊賭 教授整天都撞我 怎麼樣? 買什麼好? 我說這場買個藥球勢 通常我們收到公務去喝茶 坦白說那期的世界盃好隊都中 大家開心 即是你們即場中嗎? 即是即場中 總之超超早的早茶實實 來到MyRadio 究竟我們四個搞什麼 你猜不到 你當然猜不到 因為我們今晚開你波 開波 當然要在賣裏面找一些好的賠率 除了開波之餘 最重要是開飯 對 正所謂買波不看盤 肯定你缺驗款 沒錯 盤神 幫大家贏錢又有得看波之餘 最重要是開心 我們會帶很多娛樂元素給大家 總之今晚開你波 Hello 大家好 MyRadio 10周年台慶節目 今晚開你波 6月17日開始 逢星期二 星期五 晚上九點至九點半 請大家記得要收看 還有 一定要月費支持 多謝你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19日 日毓民踢爆Facebook Live 第一百八十幾 忘記了 拜二集 真是慘 但其實有時都會說錯 因為現在數著 快要二百集 看看二百集可否搞個網聚 大家聊聊天都可以 今天我要說新鮮熱辣的新聞 今天這個食環署 經過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之後 決定不起訴一位75歲的老婆婆 這位老婆就是撿紙皮為生 但某日的筆臣 與人方便賣一塊紙皮給人 這樣 就說他無牌小販 你是不是瘋得好交關呢 這個食環署 當然那些人是大條道 香港是法治之區 犯法就要檢控 大哥這些犯什麼法 你告訴我 一蚊雞 又不是擺檔賣物 無牌小販 撿紙皮犯法 這些所謂 真是動工分 令人發指 食環署 其實對前線工作 如他執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有些同情 某些時候 譬如 見到一些惡形惡上那些 你不敢告 被人兜口兜面問候你娘親那些 我也見過 但我也見過一些 不知所謂的食環署的職員 這些是小販管理隊 一定是黑人爭的 因為他的工作性質 直接與小販 或者直接與市民有接觸 而且爭拗的機會很高 所以其實在檢控過程裏面 或者指引守則 有一樣是先警告後檢控 我記得有一天 我駕車經過深水埗某處地方 看到一個生果檔 跟食環 警察又圍著他 我就八卦 我就走下去問 那些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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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鄉里 一見到我 又知道我 以前是做議員 現在也不是做議員 我也這麼白 我走過去問問 什麼事 食環一見到我 就警告他很多次 賣水果的鄉里 走過來跟我說 他不是 他是鋪鋪來的 好像專門針對性 我這個已經給了多少張 收了很多張 那我跟他說 有點脆 就算一個星期給一張 我也有數位 是嗎 這些東西 敗出了少許 很多時候 你先警告後檢控 現在高永文 他還有十天就下班 副局長陳肇始 做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食物衛生局局長 這樣 高永文就說 政府就是食環處 要檢討一下這些執法的程序 或者執法過程 這件事 反映了政府 何其不堪 何其養衰 擺明是不行的 大哥 你真的告一個75歲 執子皮的一婆 他每天就是 找那幾十元 可能很辛苦 但是我們在街上都看到 看到那些老人家在撿紙皮 推著一輛車 我們已經覺得這個社會 是很涼薄 很不堪 為什麼一個這麼富裕的社會 人均收入是超過三萬元美金一年 一個這樣的社會 竟然有這麼多老人家 要靠撿紙皮 找個三四十元一天 來過生活 你去檢控他 賣一塊紙皮一元 原本是星期三上庭 即是後日 今天就決定撤控 因為在網上連署 十幾萬要求你撤銷控數 當然律政司是獨立檢控的 他有他的所謂立場 或者檢控的守則 但是你執法部門可以撤控 所以只有跪低 這個輿論壓力 民意的壓力 你不能不跪 不跪 以後你食環處怎麼執法 我記得我和食環處交手的經驗 就是他真是欺善怕惡 四個字 我試過帶過深水埗 小販去食環處 在政府入處灣仔 為食環處 我也試過 我在西洋菜街 即是年初一、二晚上 准备人擺街 那時我在女友做生意 那時我還未做議員 趕那些擺檔的人 我抱著我的孫子 我孫子還在那時一歲都未夠 我就走去跟食環處的人理論 我又見過那些小販 推著車子 要拼命走 後面的食環處的人追著他 我又走去做駕倆 我做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體會很深 香港為何會對弱勢的人 對這些可憐的長者 你那些執法部門要用這種態度 所以我是黑薄寡因 有些人說 前線執法是很艱難的 有時艱難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你不同標準 你那個婆婆很欺負 這樣就有個案子 還要上法庭 你真好笑 一元 你說出來就全世界都笑 你不要跟我說 香港法治之居 他犯法 我就要告他 不可以不執法 不要跟我說這些話 沒有人會接受這種說法 即是香港無論食環處也好 警察也好 這些所謂前線 只是經常跟市民接觸的 這些執法部門 其實真的 是抱著一種戒慎恐懼的心理 而且那個權力是消極的 不是積極的 如果你用一個積極的態度來執法 用一個積極的態度來行使公權力 你只會令到 跟民眾的關係非常惡劣 社會矛盾 就是因為這樣而產生的 周濟國家杯 將會在6月17日開羅 MyRadio特別設立 獨立付費節目 贏爆周濟杯 節目是由今晚開你波相同的節目主持人 阿鵬 Wendy 星仔 盤神主持 節目將會發放主持人 對各場賽事最獨到的賽事意見 節目將會以電子郵件方式發放與以付款的網友 節目總共有十集 大家可以到MyRadio.hk 按入贏爆周濟杯 就會看到條款的版面 到最底按一按點擊就可以付款了 謝謝大家支持 贏爆周濟杯 以史為鑑 可知輕提 歷史沒有如果 只有教訓 榮欲成敗 皆有限期 愛護離合 不在情感 疑在勢力 世傾則絕 利窮則散 歷史在笑意 是民國史系列之一 擁共與清黨 主港黃毓民 歷史在笑意 各位觀眾萬物錯過 拍攝 四十五 拍攝 此為何 為何 拍攝 拍攝 零 光 首 拍攝 零 零 拍攝